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485一般不需要个人提供特殊的背景 美国联邦政府机构会做一个背景调查 所以在办理485的时候也需要个人提交指纹的记录 有利于485的调查 如果是在中国办理移民签证 或者在其他国家办理移民签证 那一般需要提供一个无犯罪记录公证 这个无犯罪记录公证过去比如说只有一年有效 那么现在可以两年有效 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那如果我生活在中国 但是我此前还去过其他国家 比如说我去过新加坡 日本等等 那么如果在这些国家短期旅游 当然用不着在当地的无犯罪记录公证 但如果我在那里上学生活工作呆过半年以上 一般来说还需要取得你在居住的其他国家地区的 无犯罪记录的公证 那如果说我此前曾经在美国留学访学 后来待了几年以后离开美国回到中国 那我要不要办在美国的无犯罪记录公证呢 不需要美国政府会相应的做背景调查 不需要你在美国提供无犯罪记录公证 通常情况是这样的 所以总体来说 办移民签证的申请人 可以在中国取得公证处的无犯罪记录公证 然后如果在其他地方居住生活过超过半年 也要取得来自这些地方的无犯罪记录公证 但是不需要有来自美国的 办485的话就可以省掉这个手续 好 有更多具体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